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染色 那么这个染色呢 它有很多种染法 不同的画法有不同的染法 常见的有勾染 中染 提染 像工笔画的分染 照染 等等 那么不同的画法 它的染法不同 这个画法我们比较特殊 因为它是深圈纸上画的工笔 画的比较细 所以我们还是采用 先点染 后照染的方法 现在我们来调一个颜色 松鼠呢 它一般是灰棕色 那么我们国画在画的时候呢 不一定完全和它原有的颜色 一模一样 那么我们先调一点褶石色 外加一点藤黄 然后加一点淡墨 好 就调成这样的颜色 就可以了 我们用散分 这样轻轻的 笔尖沾着色 站成这样的形状 点染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注意凹凸 那么这个 留白的地方 就给它留着 点的时候也不能着急 轻轻的 点一遍色上去 这样点上色的好处 就是后边 我们在照染的时候 它不会显得太突兀 颜色就会很自壮 好 这样轻轻的点一遍之后 就可以了 可能这个摄影机呢 看的不是很清楚 那么我这里呢 有淡淡的一层 折黄色的感觉 就能看得见 现在我们还是同样的颜色 加一些水之后 轻轻的就可以给它照染了 照染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上层 点的颜色 一定要等它干掉之后 只能照染 如果没有干 就不行 在照染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颜色要淡 到边缘的地方 轻轻的给它 插染上去 尾巴呢 我们就可以 一次给它染过去 染的时候 注意 这些外边的空间 要给它留着 蓬松的空间 一定要留着 这些部分的留白 我们一定要注意 现在呢 我们来看 这个已经完全干透了 它的这个颜色呢 刚刚好 非常透 但是呢 毛茸茸的效果还是有 接着我们用猪标色 给它提染一下 这些部位 经过染色之后呢 这些耳朵里边的 这些皮肤的颜色 它这些肉色呢 显得有点淡 那么我们轻轻的 给它染一染 颜色呢 也是很淡 由于湿热的时候 我们拍出来的感觉很重 其实呢 都很淡 这些鼻口 也轻轻的点燃一下 耳朵 鼻口 一点就可以了 那么 嘴部 这些地方呢 就不需要点了 需要提醒的是呢 上节课 我没有勾胡须 那么这个是画的时候 给忽略掉了 后边呢 视频传上来的 已经没法填了 那么这节课 我把胡须给它填上了 我们在添胡须的时候呢 一定要画的须 枯须 断断须须 但是呢 它又气势通的 眼睛的这个外框呢 我们给它 用淡淡的藤黄色 藤黄色一定要淡 勾一次 这样它的眼睛 也就好了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呢 大家在染的时候呢 由于是深旋指 我们一定要朝这个位置染 不要挨着它的边染 如果按着它的边染的话 这个颜色会往外阴 往外阴的话 慢慢的就超出了我们 丝毛的这个范围了 超出这个范围之后 就感觉不那么毛茸茸了 一定要把丝毛的这个范围 它留着 轻轻的染 到最后呢 轻轻的可以 用干一点的笔 往外接一下 如果大家染的不太自然的话 可以用勾线笔 沾着染的这个色呢 这样给它 再撕一次 这样也可以起到毛茸茸的效果 效果也是很好的 我这个效果呢 已经出来了 就不需要这样操作了 看我给大家 这里添一添 看一看 再来撕一次 那么撕毛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不能画平整了 要画出层次感 今天的染色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